他 他 他 还有他 全都来自马来西亚 别看这小小的一片饼干 一秒出产5200片 年产量相当于5.6万栋 101大楼 全球热销勾达75个国家 成为马来西亚饼干龙头 这样庞大的市场 也让许多原物料供应商 纷纷找上门 但不是价格低就能够品缺重选 品质的把关可是非常严格 我们第一关就是供应商那边 就是从源头那边 我们就把关 我们要他们提供 他们的产品 原产地哪里 他们怎样把关 那么符合我们要的标准 我们就考虑用它 尤其是最受欢迎的花生酱 从1981年至今 即使历经原物料大涨 也从不更换供应商 我们没有换 除非我们能够很肯定的 他们的品质 卫生管理 都是非常到位的 符合我们自己要的水平 压磨 烘烤 就连偿宽后 都不能马虎 重量 颜色也得计较 如果侦测到不明物体 宁可浪费 这饼干也绝对不能留 层层把关 细节做到滴水不漏 尽管品质放在第一位 但人逃不过史安风暴 他的源头就是那个发粉嘛 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到今天 我们都是用欧洲的发粉 我们再也不用 有问题的国家的发粉 自己敢吃的东西 才卖给别人 重新站稳脚步 恢复消费者对品牌的信心 靠着这样的企业理念 老板使政府誓言 今年要让这小小的饼干 进军一百个国度 三立新闻赵怀子 古高树 马来西亚采访报道